第1101章 解救成功 视频通话 这是用直升机找到魔鬼三角给龙小七流的地址 进行空投下去的电脑进行的视频通话 不仅空投了电脑 还多给配了四块充满电的电池 包括全球通用的网卡 这也是懂老的人做的 这个老妖怪几乎无所不能 视频中 黑莎拧着眉头坐在那里 死死盯着电脑屏幕里的龙小七 还有龙小七身后她的家人 虽然她的家人很少 只有一个还活着的弟弟 可别人的家人却很多 黑莎 你的样子比我想象的要帅一点 视频里 龙小七随意地坐在那里 手中握着一把手枪 轻轻晃着说道 你的父母死得早 你曾经有过婚姻 但是你的妻子却死在一场暴动之中 据你弟弟说 那是你们的一次浪漫旅游 结果遭遇武装冲突 你的妻子被掳走 等你找到的时候 是赤着身体的 满身都是雨血 然后你一怒之下 把双方的武装势力 屠杀得一干净 持续了整整半个月 包括他们的家人 从那以后 你就性情大变 这些都是龙小七 从黑莎唯一的弟弟嘴里问出来的 这倒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回忆 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能受得了赤摩他们的行为 可偏偏你还能适应 龙小七淡淡地说道 你会绑架 我更会绑架 而且我还把你们所有人的家人都绑来了 包括其中几个人的孩子 黑莎的眼皮狠狠跳动 她善于揣测人心 懂得分析人性 可她却怎么都没想到 龙小七竟然用这种方法 跟她狠狠地杠起来 这是你的弟弟 这是你弟弟的妻子 这是你弟弟的孩子 龙小七笑眯眯地对黑莎说道 沈冰没有遭到侵犯 所以 我就杀死这个孩子吧 算是先收回一点利息 龙小七举枪对准那个孩子 不 不 孩子的父亲绝望地叫着 冲世平大声道 哥哥 哥哥 求你了 求你了 他要杀死我跟海伦的孩子 你最喜欢的小维尼 我 哥哥 哥哥 求你了 求你了 黑莎的拳头死死握着 清清楚楚地 看到自己的弟弟与弟习痛哭不已 她不是没有感情 每次回家的时候 对 她的家 其实就是弟弟的家 虽然这在美丽间 很少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但她却是另类 她的妻子死了 没有孩子 所以 把弟弟的孩子看得非常重非常重 如果我是放了他们 你会是放我弟弟一家人吗 黑莎发出沙哑的声音 啪 回应黑莎的是一声清脆的枪响 视频可以被龙小七转动 让他可以看到一个老人中枪倒地 Fuck you 那是我的父亲 白魔怒吼 龙小七用杀人的手段回应黑莎 因为他实在没有功夫跟对方磨叽 不要跟我谈条件 你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我的人安然无恙地释放 否则 龙小七再次转动视频 把所有的人质都暴露出来 该死的 他绑了我的妻子 砸碎 那是我的奶奶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当魔鬼三角看到遭绑架的这些人之后 顿时暴跳如雷 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最在乎的人 一个都不少 虽然 他们都是疯子 可越是疯子 情感上的寄托越是严重 龙小七大笑 摇摇头道 黑莎 你跟我完人性 你还差得远 怎么做你应该知道 反正我也不会去的 你也杀不死我 不是吗 我相信你不会动我的人 因为我绑架的人更多 上半人啊 都够杀好一会的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把我的人抬出去 会有直升机接应 最好不要动手脚 因为我暂时还不会放你们的家人 开始倒计时 龙小七背过身 钉着手表开始倒计时 魔鬼三角全都暴怒了 一个个变成野兽形态 猎手 我要把这个女人 牵得稀巴烂 赤摩一把揪着沈兵的头发拽过来 我让你亲眼看到 我是怎么杀这个鹰的 红魔捏着廖绍鹰的脖子 把他高高地踢起来 牵死他 这边的魔鬼三角暴怒不已 可视频里的龙小七只 是晃了晃手表 根本就不回头看一眼 被捏着脖子的廖绍鹰 费力地笑 他太开心了 太高兴了 他说龙小七是龙手 这话一点都没错 也只有龙小七 才能在这重情况下 想出这重办法 并且实施 他廖绍鹰放心了 龙隐在龙小七的手中 一定比在他的手中更要凶悍 放 人 黑莎发出低沉的吼声 瞳孔战放出血丝 放人 现在只能把人都给放了 因为龙小七绑架的更多 在这场较量中 他说了 说给自己最为擅长使用的人性 说真的 黑莎真想自己是一头彻头彻尾的野兽 可他终究是人 只要是人 就有自己在乎的人 否则还活着干什么 吃 吃 不要 不要 赤魔疯狂地撕扯沈兵的衣服 当住视频 他要让龙小七知道 他们将要采取怎样的报复手段 他们要先把这个女人 潜得粉身碎骨 让对方知道 他们有多野蛮 让对方恐惧 啪 黑莎起身 一巴掌把赤魔抽到一边 如果不想 你们的家人全都死绝 最好把人抬出去 黑莎冷声道 我们只是绑架而已 他却要灭门屠户 他不敢 赤魔瞪着通红的眼睛 他不敢 黑莎觉得自己听到了最难听的笑话 猎手会不敢 放人 黑莎的脸颊已经变得猙獰可怕 赤魔想跟他对助干 可终究还是不敢 廖少英被抬着放出去 沈兵也扔出去 一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直升机 立刻把他们弄上飞机 火速离开这片区域 解救成功 完美的非常规解救人质 但是还没完 想救你们的亲人吗 龙小欺面对视频 用充满有诱惑的声音说道 我在太平洋公海上 来吧 我给你们二十四小时 如果不来 我会把他们全部丢进海里喂鲨鱼 哈哈哈哈 你用什么方法对付我 我就用什么方法对付你 龙小欺东报复兴太将了 他认为这才是最过瘾的 第1102章 我们单挑 公海之上 龙小欺踏着拖鞋 穿着短裤背心 支了一把太阳伞 坐在沙滩椅上 惬意地抱着一个冰镇的椰子 喝得稀里哗啦 这艘船是董老提供的 船上面的人 也是董老下面的人 暂时听龙小欺的命令行事 杀人 他们现在太多了 早就不陌生 可对于这种绑架 甚至最后的一口气丝上百的票 他们还真的没有见过 但这些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更懂得自己的位置 一架运输直升机朝这里飞来 是军用的 标准的美丽兼致式黑鹰 看到这架黑鹰 直升机来了 龙小欺一脸的热情洋溢 冲飞机挥挥手 势意可以降落在甲板上 这架黑鹰里 可是挤着魔鬼三角的人 他自然地热情一点 正所谓 来者都是客 绝对不能怠慢了 甲板很大 很宽敞 除了龙小欺 再没有任何一个人 魔鬼三角被逼无奈来到这里 哪怕明知道 这里一定有圈套 可他们有点太看不起龙小欺了 人家龙小欺压根就没在这里设任何圈套 直升机降落 魔鬼三角一个接一个跳下去 端着枪警惕着周围 不用紧张 这里没有陷阱 龙小欺放下椰子 孝柱雕上一根香烟说道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为了杀我而绑架 我比你们崇高的太多了 放下手中的枪吧 如果真的要你们的命 早就把你们打下来了 呵呵呵 黑鲨一行人听到龙小欺的话 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枪 他们知道这是个事实 倘若要他们的命 一颗飞弹打中飞机就可以了 这艘船不可能没有武器的 最起码赶跑到公海上的船 都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 Fuck you 我们来了 赶快把我的家人放了 赤魔骂道端着枪指着龙小欺 语气好一点 情绪轻松一点 龙小欺抽了一口香烟 淡淡地说道 你可以一枪把我干掉 可那意味着 你们所有的家人都得被杀死 你是赤魔吧 不要冲动 要成熟一点 因为我绑架的 可不只是你的家人 赤魔怒激 却没有任何办法 解除武装 黑魔下达命令 所有的魔鬼三角 把身上的武装解除 扔在地上 这可不是被迫的 而是他们愿意主动配合龙小欺 反正来都来了 已经被对方掌控 怎样才肯放人 黑沙问道 很简单 我这个人一向很公平 龙小欺站起身 从太阳伞下走出来笑道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将道理的 而且还是标标准准的道德先锋 这样 我跟你们单挑 只要我输了 你们的家人立刻无条件是放 男人嘛 玩的就是男人之间的战斗 单挑 我允许你们车轮站 这就是龙小欺的方法 男人跟男人玩单挑 简单无比 可以 黑魔点点头 你相信我 龙小欺乐了 相信 黑魔用沙哑的声音道 你无非就是想要亲手杀死我们 但是 你确定自己可以 据我所知 你已经被废掉了 想知道 龙小欺被废掉并不难 总有一些渠道可以了解到 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汉子 龙小欺拔出军刀 光棍无比地站在甲班中央道 谁先来 单挑不用抢 但是一定会用刀 这是一个通识 职业军人面对面的单挑 如果用枪的话 那会被人鄙夷的 刀 近距离战斗的兵器之王 我先来 赤魔发出吼声 拔出手中的军刀朝龙小欺狂冲而去 双方没有任何扯淡的时间 说干立刻狠狠地干起来 面对冲过来的赤魔 龙小欺轻轻地眯起眼睛 静静地站在原地握着风女军刀 他能从赤魔的冲击速度 以及冲击而来的拔刀 出刀 判断出这一定是个强者 刷 赤魔一刀刺来 整个人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气势 瞬间把自己磅礴的力量与强势发挥出来 他的攻击很犀利 倘若也是面对一个强者的话 绝对在已经占据了战斗的优势 先下守卫强 这永远都是真理 砍 两把军刀撞在一起 龙小欺朝后退了两步 风女军刀旋转 黏在赤魔的军刀之上 一年之后 半分立刻施展出来 带着赤魔跟着他前进 这一瞬 赤魔的眼中蹦射出一抹骇然之色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已经不受控制 再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他得摆脱 得用自己的绝对力量摆脱 吼 赤魔怒吼 轰然发力要摆脱龙小欺手中刀传来的奇怪年龄 可问题是他越是发力 越是不受控制 整个人以更快的速度朝龙小欺扑去 而龙小欺则用更快的速度朝后退去 庞弗根本就无法对抗这个家伙的力量 黑魔他们也在看着 他们自然清楚 赤魔一旦爆发起来被有多么恐怖 可他们现在最恐怖的 而是赤魔竟然像是失控一般的朝龙小欺平放的军刀撞去 噗 赤魔用自己的胸膛撞向龙小欺的军刀 庞弗偷袭珍珠港的战机 毫不犹豫地撞进军舰的烟囱之中 啊 赤魔发出痛苦的闷哼声 难以置信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龙小欺 龙小欺就叼住香烟 慢慢地转动刀柄 已经进入赤魔身体的刀刃在翻转 轻松无比地嚼碎对方的心脏 而后慢慢地拔出来 扑通 赤魔重重跪下来 跪在龙小欺的面前 看着自己胸口见识而出的鲜血 他的脸上依旧还是满满的难以置信 想要抬头 终究没有抬起来 颓然地趴倒在甲板上 血水顺着赤魔的伤口涌出 短短的时间里 就会聚成一片血泊 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浓郁血腥味 他死得太快了 被杀得太力索了 一刀而已 不用让我 这会让我不好意思的 龙小欺摇摇头无奈地说道 硬往我的军刀上撞 实在是 唉 下一个别做这种傻事了 你们的命非常宝贵 你们的路还要很长呀 唉 魔鬼三角的人都愣住了 他们发誓自己没有看错 赤魔就是自己往人家的刀上面撞 硬是用胸膛吞进龙小欺 没有动一下的军刀之上 黑魔的眼皮疯狂地跳动起来 他能看得出来 却又看不出来龙小欺到底用的什么格斗手法 第1103章 如此寂寞 第二个上来的是白魔 他同样用最狂暴的攻击手段 把强者才能达到的实力 尽数发挥出来 可问题是 这根本就没用 在众目睽睽之下 依旧是撞向龙小欺的军刀 以惨死而终结 扑通 魔鬼三角的第二具尸体倒下 白魔跟之前的赤魔躺在一起 把他们身下的血水渲染得更多 石大大的 黏乎乎的 一边凝固 一边慢慢地 招低蛙的地方流淌 依旧是一招 依旧是秒杀 太弱了 能不能来一个强一点的 龙小欺捏着还剩下半截的香烟 晃了晃满是鲜血的军刀摇头道 这就是魔鬼三角的实力吗 费 太TM费了 来个强一点的好不好 不要让我如此寂寞啊 这个祸兜 仰天吼出来了 而这个吼声顿时把魔鬼三角的凶性进一步刺激出来 喜欢更将的 那我就来要你的命 成魔冲出 右手持着伞冰刀 左手却捏着一柄三棱君刺 看到成魔手里的三棱君刺 龙小欺更是摇摇头 不是他看不起这个成魔 而是因为这个家伙 根本就不知道三棱君刺到底是怎么用的 如果用三棱君刺 要魔使用单手刺 要魔双手刺 一把军刀配合一把三棱君刺 这是最愚蠢的 人才会选择的搭配 为食魔 因为三棱刺作为一种特殊的军刀 其最主要的攻击方式就是刺 它最阴狠的地方 就是伤口无法缝合 只要捅进人的身体里 哪怕没有捅中要害 也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单手三棱君刺更灵活 双手君刺更狠辣 这是国内无数的老兵总结出来的经验 刷 三棱君刺毒蛇一般朝龙小欺的胸口窜来 遭到攻击 龙小欺立刻侧身规避 空住的左手闪电般抓住成魔的左手腕 向前狠狠一待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疯女从身后绕过来 精准无比地挡在自己的左边脖梗上 坑 成魔的右手军刀刺在风女军刀上 想要立刻变招 可身体却被龙小欺拉着朝前去 而且 这股力量根本就无法阻挡 因为这是 他自己的冲击力 龙小欺用处半分 让他无法收力 无法收力与 想要收力的发力产生碰撞 立刻让成魔的脚步亮强 身体在瞬间失去平衡 这一瞬 龙小欺优雅地旋转身体 挥动风女军刀 精准无比地劈砍在成魔的脖梗上 咔嚓 一刀下去 成魔的脖子断开半边 烟红的鲜血 狂拍去 他朝前亮枪的身体 没有停下来 继续冲了十几米之后 重重 趴倒在地上 变得无声无息 第三具尸体倒下 龙小欺举手投足间干掉三个 轻松 太轻松了 这一抹看的魔鬼三角 剩下的人都惶恐不安 他们全都了解彼此的战斗力 全都在生死关头 跟敌人玩过最凶残的白刃战 可接连三个强者 面对龙小欺的时候 都被对方切而易举地击杀 强 太降了 强悍的已经离谱了 不会用三棱刺 非得学别人用 真是 哎呦 身上还有一把三棱刺呢 刚好配成一对给我用 哈哈 龙小欺开心地把成魔手里 以及身上的三棱刺拿下来 收起疯女 这玩意 不是谁都会用的 这玩意外国人永远都用不明白 这就好比尼泊尔弯刀一样 也只有库尔喀人 才会用的纯属无比 刷 刷 龙小欺双手挥动三棱刺 左手正握 右手反握 让两把三棱刺变成相对的方向 再来 还没有结束 我说你们可以车轮战 就可以 龙小欺咧嘴笑道 不要觉得 这有什么不好 单挑吗 只要你们有一个人能把我干掉 那么 你们所有的亲人 都会遭到释放 相对于魔鬼三角的惊恐 龙小欺变得越来越轻松了 尤其当他拿起两把三棱军刺的时候 虽然在笑 可谁都能从他的身上 嗅到浓郁 如同实质的鲜血气息 三棱刺 是国产的军刀 它不像现代的军刀一样 具备多功能 比如 可以当成剪刀 可以当成斧头 可可以做别的许许多多的用处 三棱刺 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在战场上杀敌 除此之外 大概也只能当成烧火棍 跳跳柴火了 我来 青魔旋风一般 朝龙小欺卷来 速度出奇地快 可他的速度是快 死得也是最快的 当他的军刀 与龙小欺的右手 反握刺接触的那一瞬 身体立刻失衡 继而眼睁睁地 看着对方左手正握的三棱刺 狠狠扎进他的肩膀 吃 三棱刺 由青魔的肩膀刺进去 连根没入 狠狠地扎进心脏之中 扑通 青魔被迫跪下 一天吐出鲜血 一边用眼神 询问龙小欺 他只想搞清楚一个问题 卫石魔自己的身体会 突然失去平衡 卫石魔自己的力量 不被自己掌控 龙小欺之誓一笑 狠狠一次 穿透青魔的脑袋 吃 三棱君刺暴力无比地 从青魔的右太阳穴钻进 由左太阳穴窜出 染血的三棱凹槽之中 还残留着新鲜的脑浆 在太阳光下 呈现出耀眼夺目的粉红 一口气杀了四个 轻松的 不像人 寂寞啊 龙小欺握着两把血淋淋的三棱刺 扯着嗓子吼道 我以为 你们能让我寂寞得心变地活跃起来 可谁知道 你们却让我变得更加寂寞了 魔鬼三角啊 能不能把你们的全部实力拿出来 请不要看不起我好不好 我是个寂寞的人 只敢躲在深夜里唱着寂寞的歌 求你们了 让我寂寞得心死变得阳光灿烂一点吧 求你们了 跪求 跪求被虐 声音回荡子在甲板上 听得魔鬼三角 最后剩下的四个人全都胆战心惊 他们本以为自己很强很强 无往而不利 可在跟龙小气的单挑众 被虐得像狗一样 不 他们被虐得连狗都不如 如果是狗 怎么着都能反扑上去狠狠撕咬一口 可问题是 他们全部溃败 遭到的是秒杀呀 真正的秒杀 他们都是强者 而能秒杀强者的 也就只有超级强者了 这个龙小七 压根就不是超级强者 可人家就是能瞬息间秒杀自己 他到底还是不是人 第1104章 我是刺客 红魔喜欢打拳 最残酷的黑市拳场 只是他娱乐的地方 有的时候 他喜欢把人活活打死 有的时候 喜欢被黑市拳手枉死的虐 他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别的人到打抢者地步的时候 就再也不喜欢被人打 但是他喜欢 因为他坚定一点 那就是 能够用拳头打死人 一定得保证 不会被别人的拳头打死 足够的力量 足够的技巧 在近身格斗上 红魔有着自己独到的一面 So 这是拳头破开空气发出的声音 这是拳头的速度达到极致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声音 红魔的右拳如同一枚毒刺 潮龙小气的面部窜过去 这是拳台上典型的刺拳 这种刺拳将就的就是快 很 准 通常情况下 刺拳是作为得分用的禁忌拳法 可在红魔这里 就不是得分用的了 而是一种狂风咒语的击打 一拳过来 龙小气刚要用手去拨开 用半分的技巧完成泄力 却发现自己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 他现在唯一能用的就是半分 在自己曾经的力量与速度被废掉之后 明明看到对方的拳头刺来 也无法使用半分 规避 只有规避 瞬间 龙小气的头朝着一边微微偏了一下 听住红魔的刺拳从耳盼化过 那股带起来的风卷的他 面颊生疼 倘若这一拳刺拾的话 绝对会被击飞 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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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魔一拳接着一拳 一拳快四一拳 逼着龙小气接连后退 狼狈不堪地左右闪避 连续击出三十几拳 宋魔的眼睛里露出诧异之色 他发现对方的闪避充满了技巧 而且脚下的步伐专业道无以复加 换句话说 他看得出来 龙小气也接受过最好的拳击训练 不管是闪避还是步伐 不管是眼神 还是身体的灵敏程度 拳都充满了拳王都未必能达到的卓越技巧 遭到压制了 这是单挑以来龙小气第一次遭到压制 因为宋魔的拳头太快太凶 他的速度跟不上 也就意味着半分也用不上 人家压根不跟他做身体上的任何接触 一拳打过来 还没等你的手缠上来呢 就已经收回 继续进行第二拳 无力敢生气 龙小气半分的优势完全丧失 因为没有接触 而他也绝不能被宋魔打上一拳 对方的力量太凶 一拳就够他喝一壶的 刷 宋魔突然起腿 向龙小气的腰部抽去 这一腿来得非常突然 而起腿之后 这一个侧边立刻形成一柄无望而不利的战斧 重重地朝龙小气劈卡而去 这才是宋魔的杀招 每一个擅长黑式拳格斗的人都是用腿的好手 因为在黑式拳上 直接用拳头把人打死得太少太少 几乎都是用腿将对手活活抽死 乃至劈死 拳头的力量永远不如腿 宋魔的腿比拳头还要重 机会 龙小气利用技巧避开宋魔的拳头之后 立刻伸手拍向对方抽来的腿 啪 清脆的拍击声响起 龙小气的手与宋魔的腿碰在一起 半分之力轰然涌出 借助宋魔的力量 顺住朝后拉扯 这一瞬 宋魔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 眼睛里满是诧异之色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被对方牵动 乃至这一记重腿都受到了影响 宋魔笑了 他没有收腿 而是继续让这一腿一抽到底 因为他已经看到龙小气的吃力 咬着牙齿 大口喘息的样子 得确吃力 宋魔的力量太降了 即便龙小气用出半分 可那股强悍的力量 彭扶呈现出波浪状势的 继续向他侵袭 迫使他不得不费尽力气去牵引 So 宋魔的腿还没有落下 刺拳再次来到 逼得龙小气不得不放弃半分 选择规避 不错 你有寂寞的资格 宋魔咧嘴笑道 你还是第一个 能在我的腿下存活的人 哈哈 不过 你根本撑不了多久 你有多少力气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花拳绣腿都没用 哈哈 这番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宋魔的力量太强悍了 半分对他的影响很小 这就好比一个柔术高手去控制人的关节 可以轻松扭断 却始终无法扭断钢筋一样 面对宋魔的力量 龙小气真的无可奈何 如果他的力量还在 如果他的速度还在 如果他不惜内伤使出一次自己的闪冲 或许还能逆而杀之 只是他不能用 还剩一个黑魔呢 而黑魔才是魔鬼三角中最强的那一个 仗着绝对的技巧 龙小气不停地被逼退 仗着半分 他不停地化险位移 这种情况绝对持续不了多久 因为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身体的疲惫 喘息也开始粗重起来 然而 宋魔的压迫雀一浪跟着一浪 不仅没有变慢 反而越来越快 让他都生出无法招架的感觉 汗水一滴一滴地从龙小气的额头流淌下来 顺着眼角朝下 他在苦苦支撑 任凭体力透支 任凭狂风咒语 反观红魔 从一开始的暴力变成现在的暴虐 四拳更快 在人的视网膜上留下一道道残影 双腿更是接连劈砍 彭扶整个世界都在他的狂轰烂炸之中 一滴汗水从龙小气的额头滑落 越过眉毛 流淌到右眼的正中央 汗水进入眼睛 顿时传来一阵火辣 让他不得不得闭上眼睛 缓解火辣的痛苦 就是此时 红魔抓住机会 身体猛地向上跃起 利用人体最坚硬的膝盖俗撞向龙小气 这是最沉重的一击 更是最致命的一击 他懂得泰拳里膝盖的用法 而他现在用出来的冲锡笔 任何泰拳拳王都要完美 都要凶残 角度正确 力量爆出 必死之局 呵呵 突然 红魔听到龙小气发出呵呵的笑声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可看到对方扯起的嘴角 看到对方完全睁开的眼睛之后 心里不受控制地涌出一股寒意 啪 龙小气一肘砸在红魔冲起的膝盖上 迅速过渡到小臂 再到手掌 借助对方向上的冲力 猛地撑了一下 原地180度 凌空旋转绕绕到旗背后 砍 一把精致的小刀出现在龙小气的手中 反手扎进红魔的颈椎骨缝链接触 刺 刺 刺 接连三道 分别刺进三块骨缝 用最快的速度切断红魔的中枢神经 啊 啊 红魔高高仰起头 眼睛瞪得圆圆的 强壮的身体狠狠朝前冲了两步 轰然趴倒在甲板上抽搐不停 他还没有死 因为只是中枢神经被切断 大脑还没有死亡 呼 真TM费劲 龙小气类的一屁股坐在甲板上 扔掉小刀冲红魔说道 你当老子真跟你打拳啊 老子其实是一个刺客 寂寞 还是寂寞啊 当力量不能用 当速度无法施展 当半分都受到绝对力量限制的时候 龙小气还有一个身份 刺客 刺客更懂得抓住时机 刺客更明白生死一瞬的真谛 神罚所有的训练基地 龙小气之有最后一个莫通过 其他的全都完美通过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二十多个最顶尖的杀手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意味着他掌握的杀人手段 多得连他自己都数不清 红魔很将 也许超级强者 都得在他手中吃亏 可惜他碰到了一个刺客 从某重意义上来说 龙小气还不是单纯的刺客 也许都可以算得上刺客之王 第1105章 是还莫完 寂寞啊 龙小气有气无力地再喊一句 双眼死死盯着最后的黑魔 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这个笑容非常好看 绝对没有任何的血腥 掺杂其中 可问题是他的周围 都是魔鬼三角的尸体 都是魔鬼三角流淌出来的鲜血 两者发生剧烈的碰撞 形成让人从头毛到底的强烈感官 视觉冲击 还剩你最后一个 咱们继续 龙小气费力地站起来 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道 来吧 不用说任何话 也不用做出震惊的眼神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场 黑魔慢慢地走过来 深邃的瞳孔 死死盯着龙小气疲惫的双眼 你已经疲惫不堪 如果现在跟你单挑的话 我会占尽便宜 黑魔冷声道 给你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我在这里等你 这个 好 爷们 男人 龙小气点点头道 那你就在这里待着 等我休息半个小时 我 TM这辈子 就喜欢跟你这众爷们打交道 痛快 说完之后 龙小气从甲板上离去 走向船舱 刚进船舱 他就猛地垮他倒在地上 仰躺在那大口喘息 说真的 他的力气都被红魔给消耗完了 根本不可能再跟黑魔打一场 骂个蛋的 老子器官的伤什么时候才能好呀 这的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龙小气哀叹 没有力量的支撑 也没有速度的支撑 完全凭借反应在支撑 仅仅依靠半分 他可以对人实施秒杀 可要是再遇到红魔这种对手呢 他的胜率能有多大 很小很小 除非他的伤权好 除非他能再次用触闪冲 配合半分 如果那样 也许超级枪者来到他跟前 都是送死的 可惜没有完美的事 他现在所能依仗的 只有闪冲 甲板上 黑魔盯着死去的队友 眼神慢慢地变了 从深邃 变成一片交织着死亡与鲜血 还有恶灵的地狱 他没有力量 没有速度 有的只是反应和技巧 以及柔术 杀死他很难 杀死他又不难 黑魔低声自语道 红魔可以用力量压制他 我可以用速度压制他 所有的队友都死了 黑魔总结出了龙小七的弱点所在 而当他总结出龙小七的弱点之后 在接下来的单挑中 他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干掉对方 这是经验 更是智慧 黑魔太聪明了 所以魔鬼三角的其他人都怕他 所以他能牢牢掌控魔鬼三角 他不是罪将的 但一定是活到最后的 准备好单挑了吗 舱门里 龙小七大声询问黑魔 准备好了 黑魔发出地狱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 龙小七顿了一下 他听出黑魔声音的变化了 如果说之前怀疑 他是来自地狱的人 那魔 现在就已经变成了狱里 走出来索命的魔鬼 你确定吗 龙小七又大声问道 黑魔没有回答 他站在太阳光下 却给人一种黑色的冷峻感 彷復灿烂的阳光到了他的身边 都得变成地狱的黑色 我出来给你单挑了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龙小七又发出问声 出来 黑魔吐出简短的两个字 冷得让人发颤 好 咱们爷们跟爷们之间好好地打一场 不管生死 你的家人我都放定了 不为别的 就因为老子欣赏你 老子看你爽 龙小七走了出来 黑魔愣住了 眼神沙纳间就产生了变化 地狱里面的色彩消失得前前进进 取而代之的则是对生的渴求 以及无尽的懊恼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做出了最错误的决定 那就是创造出半个小时思索 如何杀死猎手 他想到了 可最终的结果却是 龙小七的身上缠满了紫痰链 手里提着一挺加特林M1346管机枪 黑魔准备好了 知道怎么杀他了 他也准备好了 知道怎么杀黑魔了 不公平 黑魔吐出三个字 回应他的是旋转的枪管 当枪管旋转速度快起来的时候 枪声陡然响起 密集的子弹瞬间把他笼罩在内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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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枪管同时吐出火蛇 以每分钟六千发的射速打向黑魔 根本不可能规避的 也不可能做出任何防御手段 在平坦的区域 以加特林六管重击枪杀一个人 别说你是黑魔了 就算你是世界最顶尖的超级强者 也得被打个稀巴烂 一颗磕痰头肌打在黑魔的身上 形成爆裂 手臂被打断 双腿被打算 一块块血肉与骨骼被竖不清的漆 六十二毫米弹头击溃 这已经不是血肉横飞了 它便成了血肉崩溃 本来完完整整一个人 再不到三秒的 时间变成一片血肉 枪声停下来 龙小七把机枪随手一扔 踩着成片的弹壳走过去 站在属于黑魔的血肉之前 在老子的地盘 你跟我说公平 龙小七摇摇头道 你也不想想我要是去了你的地盘 你给我公平吗 我说过 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也是一个讲道德的人 前面七个 我都单挑了 咱爷们做事就是利索 跟你 咱也是单挑 我说过不用中机枪了吗 唉 寂寞啊 寂寞 一群人跑到甲板上 开始把一具具尸体扔进大海里 老板 这一堆烂肉 怎么处理 一个船员问道 做成火腿 龙小七残忍地甜甜嘴唇 低声道 三角洲 老子跟你们杠上了 于是 黑魔剩下来的碎肉 被做成了火腿 通过特殊的渠道 送进了三角洲部队 龙小七让人 把黑魔他们的士兵牌 放进一根根粗大的火腿之中 让三角洲吃出来 这种伤天害理 不 这种人死之后 因为尊重把士兵牌送回去的事 龙小七愿意去做 魔鬼三角的家人们全都遭到释放 不过 那位将军的妻儿还在 是 还没完 龙小七要把事搞大 他要让三角洲 从此以后见到他 就得绕道而行 尊敬的将军阁下 你的妻子 与一对可爱的儿子 都在我的手里 赶快来营救他们吧 龙小七用视频告诉那个 下令魔鬼三角 绑架审兵的将军 我的位置就在这里 我等着你们的救援行动 不要让我太着急 是 真的没完 第1106章 错误命令 杰弗逊将军 负责三角洲部队的杰出将军 他在海湾战争的时候 就是三角洲部队的队长 最清楚 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也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管控 以及调动这支部队 他的妻子跟孩子被绑架了 猎手把他们的详细地址告诉了他 那是太平洋公海上的一个区域 猎手让他赶紧去营救 猎手给他挖好了一个陷阱 等着他跳进去 我要杀了他 杰弗逊将军 静静地坐在林肯号最上层的甲板上 面对一个满脸无所谓的职业军人 老板 现在不是你杀不杀的问题 而是我们必须的去营救你的妻子与孩子 职业军人背着手道 这是你的妻子与孩子 不是别人的 哪怕牺牲再多人 也得去救 魔鬼三角全军覆没 杰弗逊的妻子与还在也遭受绑架 这两个消息是同时传过来的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杰弗逊差点喷出一口血 他得让龙小七死 必须的让他死 可他现在就是给我们挖了一个坑 就等着我们往里面跳呢 杰弗逊死死捏着拳头道 这根本不是一场营救任务 而是送死的任务 谁都清楚 这就是一个坑 可问题是坑就在那里 只有24小时的时间 你愿意跳 就跳 你不愿意跳 你的家人救得死 以比之身 还比之道 当杰弗逊将军下令以绑架的形势 把龙小七引出围杀时 他就应该想到 可能要承担的后果 你用绑架的手段 不好意思 龙小七最讨厌这中要邪 最讨厌你用他擅长的方式去反制他 这个事件从开始 龙小七割断那个杰克的手指 再到J区驻地 遭到美利坚 失误 得轰炸 然后是M基地遭到毁灭式的报复打击 最后变成了绑架式的诱杀 一直到了现在 龙小七占据了完全的主动 事件不停的升级 战斗也在不断地扩大 而这场血拼最终的胜利因素 却是在于 谁能把绑架玩出花样 玩得更大 玩得更狠 毫无疑问 龙小七赢了 他跟三角洲不一样 三角洲的绑架 太小家子气 他的绑架多大气啊 因为大气 成为赢家 这事是太发展到现在的必然结果 除非你真的 不想要妻子与孩子了 职业军人摇摇头道 左手 你知道的 如果让我牺牲纳摩多人 只是为了保全我的家人 纳摩我宁可不去纳摩做 杰弗逊将军斩钉截铁 虽然他愤怒 虽然他心疼 可在这重视上 作为一名将军而言 他只能选择牺牲自己 派人去营救 就一定能救到吗 龙小七的手段 向来都是极端激烈的 能一口气用五百颗巡航导弹 毁灭一个基地的人 其报复心都已呈现出变 太得去世 如果去营救 不管成功与失败 您的妻子与孩子都会安然无恙 被称为左手的职业军人说道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我们是多年的战友与朋友了 难道你还信不过我 你会出手 杰弗逊将军的眼睛里 战放出期待的光芒 魔鬼三角被全肩 他们三角洲损失惨虫 可这并没有动摇齐根基 魔鬼三角没了 他们还有上帝三角 左手 右手以及智脑 站在杰弗逊将军面前的 就是上帝三角的左手 只是他们上帝三角 一般都不会出手 除非遇到三角洲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候 因为上帝三角 是三角洲部队最后的力量了 他们的座位保存力量存在 以应付整个部队 可能出现的危机 这就好比守护者一样 他们也有自己的保留力量 所有的暴力机构都是如此 永远都会有压箱底的存在 营救才有希望 倘若不营救的话 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 左手冲劫福逊将军点点头道 将军 营救还是不营救 你来拿主意 不管怎么选择 都会有牺牲 唯一的不同 就是 谁在牺牲 左手没有正面回答 杰弗逊将军的话 而是扔下一个 选择离去 营救还是不营救 杰弗逊陷入两难之中 他掏出了自己的全家福照片 用手指轻轻抚摸上面的妻子 与孩子的面庞 毫无疑问 这是最为艰难的选择 够 够 够 夹板上 数十架武装直升机 等待起飞 一队队三角洲全副武装 用最快的速度登机 下面发生了什么 杰弗逊战起来 看到下面三角洲部队的集结 立刻冲下去 这个时候 三角洲部队完成集结 这是要准备作战啊 可在这个时候 进行什么战斗 毫无疑问 一定是要跟龙小七死磕到底 你们在干什么 杰弗逊将军呵斥道 我没有给你们任务 你们要去哪里 将军 虽然 你没有给我们任务 但是我们的头儿 已经给我们下达命令 一名中校军官 大声对杰弗逊将军说道 维克多的小队 遭到全奸 魔鬼三角 遭到全奸 这是我们三角洲部队 从来没有过的屈辱 我们已经接到了 头儿的命令 立刻实施 对猎手的打击 什么 杰弗逊一脸震惊 他是将军 负责管理 三角洲部队这一块 但他可不是 三角洲部队的老大 他的职位 是三角洲部队 司令官的上级 这些三角洲的成员 接到的是 司令官的直接命令 就命令上而言 所有的队员 首先服从的 是直接领导者的命令 杰弗逊将军 如果在这里下令 就属于越级下令 三角洲的队员 完全可以拒绝 这就是部队的命令形式 服从直接领导命令 越级命令 排列在第二位 现在不能攻击 杰弗逊将军怒到 现在去 只有死路一条 猎手那里 已经挖好了陷阱 就等着我们去跳呢 杜特尔司令官在哪 杰弗逊将军 真的怒了 因为三角洲的杜特尔司令官 根本没有跟他打过任何招呼 直接下令 对龙小七实施致命打击 将军 您在担心 妻子与孩子的危险吗 忠孝看了一眼 杰弗逊将军道 不 我是担心你们的危险 杰弗逊的心里 突然升起一股浓浓的恐惧 他意识到 三角洲已经失去了控制 他担心 妻子与孩子 可问题 是他已经准备放弃了 那是一个陷阱 真正的陷阱 第1107章 我们打赌 其实 这压根不是杰弗逊将军的妻子 与孩子遭到俘虏的问题 更多的 则是三角洲的颜面问题 他们接连损失精锐 如果不把这口气出掉的话 将是三角洲部队历史上 永远的黑暗时刻 杜特尔 你在干什么 杰弗逊立刻给司令官杜特尔打电话 将军 您应该休息 我们知道了 您现在面临的情况 所以 您已经不再适合指挥部队 当然 这只是暂时的 三角洲部队司令官杜特尔 非常简单地告诉杰弗逊将军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是有所依据的 家人遭到劫持 本人处于敏感重要位置 这是可以做出 暂时不适合指挥判断的 所以 三角洲部队 暂时不会听从杰弗逊将军的命令 他们需要的 不是一位焦头烂额 心存顾忌的最高长官 这是去送死 杰弗逊咬着牙齿道 我比你想的更多 而且 我已精准被为我的妻子与孩子收尸了 该死的 不能去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去 将军 请放心 我们要进行的 除了一场战斗之外 还有一场营救 放心吧 您的妻子与孩子 一定会安然无恙 一切都会过去 电话挂断 杰弗逊将军 面色煞白 这番话太明显不过 他已经被暂停了指挥权 而这个指挥权的暂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混蛋 杰弗逊将军 狠狠把卫星电话摔在地上 冲那些已经登机完毕的队员们挥手吼道 任务取消 任务取消 我命令你们全部给我滚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命令 杜特尔纳里压根没有跟龙小七打过交道 而远在林肯号上的杰弗逊将军 这些日子一直都跟龙小七打交道 这个猎手是个什么人 他早就一清二楚 倘若用对付一般人的手段 那只是自讨苦吃 他已经打算放弃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了 如果不打算放弃的话 早就派兵了 放弃 意味着可以减少三角洲部队的牺牲 放弃 意味着他将站在三角洲的位置做出最大的牺牲 可惜没有人听他的 最少八十名三角洲部队的精英乘机离开 前往任务区域执行任务 这是错误的命令 这是错误的命令 杰弗逊将军不断地发出自语 颓然坐在甲班上 太平洋 公海 这艘船一直都在这里 龙小七给杰弗逊将军的位置也在这里 他的胆子太大了 竟然还敢停留在公海区域 哪怕是找到一个国家停泊靠岸 也比继续待在公海好得多 克莱尔女士 你相信你的丈夫会救你吗 龙小七坐在椅子上 抽着香烟询问杰弗逊将军的妻子 这是标准的老夫少妻 杰弗逊将军五十来岁了 但他的妻子不过才三十 即便以龙小七东方的审美眼光 也会觉得眼前这个熟透的水蜜桃诱人无比 他们的孩子不过才八岁 此时被克莱尔抱在怀里 一脸的恐惧 会的 他一定会救我的 水蜜桃克莱尔用力点头 不 他一定不会救你 因为你们注定都是牺牲品 龙小七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晃了晃说道 杰弗逊将军 是一位真正的职业军人 而职业军人 永远都具备牺牲精神 他知道 这是一个陷阱 所以 会做出牺牲的 他的身份 决定他在这种选择下 必须地站在国家与部队的层面 至于你们 不可能 克莱尔一脸不相信地大声说道 就算杰弗逊不在乎我 他也会在乎我们的孩子 你知道他有多么地 溺爱我们的孩子吗 你不懂 那让我们 来看事实好吗 龙小七微微一笑 把电脑转过来 让七看 及时传递过来的视频画面 他们在 就不在公海了 早就脱离那艘船了 但是在脱离之前 龙小七让人在周围 布置了许多浮标 每一个上面 都有一个卫星接收的摄像头 全方位无死角地 对那艘船 以及周边的一切实施监控 打个读好吗 龙小七笑道 现在还剩下三个小时 如果杰弗逊将军 没有派兵来 算你说 如果他派兵来了 算你赢 哦 还有一点 如果他派兵来了 直接展开攻击的话 也算你说 虽然看起来 我的赢面比较大 可你的赌本更靠谱 换句话说 如果杰弗逊将军 真的要营救你 就算我说 赌注是什么 水蜜桃一般的克莱尔 盯着龙小七问道 如果我输了 我会把你们放走 说到做到 龙小七一脸严肃 好 克莱尔硬下来 可如果你输了呢 龙小七盯着克莱尔的双眼 似乎能看穿 他的内心所在 我不可能输的 我了解杰弗逊 克莱尔一脸自信 听到这话 龙小七笑了 他尊重克莱尔 了解自己丈夫的自信 可问题是他更清楚 一个为高权重的职业军人 最终的选择 说到这方面的了解 克莱尔还真不如 龙小七了解得多 如果你输了 你回去 你的孩子留下 龙小七指着那个孩子说道 敢不敢赌 如果你真的 这么自信的话 呵呵呵 敢 克莱尔脱口出 好 一言未定 龙小七不断地诱导克莱尔 不断地暗示 杰弗逊一定不会放弃他们的 为的就是这样一个赌注 很多时候是得耍点小手段的 这是道德与道理上的压制 视频的画面呈现出九格状 随时可以切换 虽然画质不是太好 也不是很流畅 但是能连贯地看到 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视频画面的天空上 终于出现了一个个小黑点 那是武装直升机飞来了 密密麻麻 看起来给人一种世界大战的感觉 来了 他们来了 克莱尔兴奋地指着视频道 我就说杰弗逊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最疼爱妻子与孩子的男人 龙小七曼悠悠地点上一根香烟 看着克莱尔兴奋的表情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来了 得却来了 三角洲部队派出了大批部队赶来 可惜的是 这压根不是营救 百思不得其减 土豪的二万书必打赏 人太多了 真的数不过来 以后单独开一个章节 全部写上 零点前还有三章 咱们每天武装继续走起 啥时候写累了 啥时候恢复常规更新 小七 我这可是真的拼了呀 有目共睹 第1108章 几乎全灭 一架架武装直升机飞到目标区域 除了有两架黑鹰之外 全都是清一色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这是真正为战斗而来的 压根就没有想过上船营救 如果要上船 黑鹰运输机的比例肯定会很大 可惜阿帕奇占据绝对的比重 一号 海鸥群已到达任务区域 请求攻击命令 攻击 攻击 命令下达 一颗颗火箭弹从阿帕奇挂鞋的火箭 发射潮中 黄涌而出 对这艘轮船进行全方位的攻击 轰 轰 轰 几乎是瞬间 轮船就没有完好的地方了 不管哪个区域都爆出黑红的火焰 在这种密集的轰炸攻击下 除非它是一艘军舰 否则根本就不可能继续存活下去 轮船必被炸开缺口 海水疯狂地涌进去让其呈现出清邪 三角洲在这里 压根就没有遇到任何反击 似乎船里的人早就撤得一前二进 不过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惑 这只是一次攻击行动 他们不需要考虑杰弗逊的妻子与孩子 只要考虑 炸掉这条船就可以了 很明显 面对一条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轮船 三角洲简直就是上帝 说让他死 就让他死 一号 一号 目标没有做出任何抵抗 所有人都逃离 重负 目标没有抵抗 所有人逃离 谁都可以判断出 船上已经没人了 这是一次无用的攻击 而这攻击的一幕通过摄像头 把视频画面显露出来 盯着视频 看得克莱尔震惊地捂着嘴 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难以置信与悲伤 如果他跟孩子依旧在这条船上 一定会被三角洲的攻击杀死的 他们根本就没想住对自己进行救援 杰弗逊是要把自己跟孩子全部牺牲掉 不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克莱尔拼命摇头 他不愿意相信 因为杰弗逊在家里的时候 施纳摩的疼爱他们 即便出去工作 也会经常打电话回来 并且只要出去 回来的时候 一定会带礼物 这是爱情 这是亲情 可现在这一幕 却毁掉了所有 龙小七则用无奈的眼神 看着悲伤的克莱尔 他从这个水蜜桃一般的女人身上 感受到了职业军人家属的痛苦 说真的 他们这种职业军人是最难做的 当需要权衡牺牲利弊的时候 永远都会站在国家与军队的层面上 就在这个时候 画面中 已经倾斜的轮船 猛的在火焰中爆开 而视频也瞬间消失 留下一片沉寂的黑 轮船爆炸了 在数十阿帕奇集中攻击的时候 轮船突然爆炸 它的爆炸不是一般的爆炸 而是一众识破惊天的爆炸 爆炸的瞬间 整个轮船彻底解体粉碎 无数的碎片 在爆炸的冲击波作用下 朝着天上 朝着四面八方狂卷而去 火箭弹的爆炸 根本无法跟它相比 哪怕所有攻击到它身上的 火箭弹加在一起 甚至说轮船爆炸的那一瞬 翻腾的火焰 都形成了不规则的蘑菇云形状 因为龙小七在船里 安置了两千公斤的炸药 两千公斤炸药 忽然爆炸是一个什么场面 它会瞬间撕碎巨大的轮船 它会瞬间形成 狂暴无比的冲击波 哪怕是在大海里 岂可以波及的半径 都超过了五百米 甚至都能影响到千米 呼 狂暴而炙热的冲击波用 阿帕奇都无法躲避的速度 狠狠地冲向这些三角洲 爆破而产生的碎片 更是毫不留情的杂象 没有来得急车更远的直升机 而这些遭到碎片袭击的 直升机连反应的机会 都没有就在空中爆炸 轰 轰 轰 大的爆炸云中 夹杂着小的爆炸 庞弗士阿帕奇还在用飞弹进行攻击 掀起一个个小小的烂花 有的直升机没有被碎片打到 但是受到了冲击波的牵引 顿时失去控制 一头朝大海中扎去 形成坠机 海面因为爆炸 呈现出比周围更低的景象 这是因为冲击波硬生生地 把海水推向更远 在这里形成一片低洼 许多直升机落在这片区域 重重撞在海面之上 Fuck you 一名三角洲的飞行员张嘴 骂出一句 看到眼前陡然升起滔天的巨浪 暂时的低洼 是为了四面八方海水 重新涌来做的铺垫 当受到冲击波影响的短暂低洼 退去的时候 四周的海水顿时形成 避无可避的海啸 而是是那种包围式的海啸 巨浪狂卷十数米之高 大海在怒吼 海浪在咆哮 哄 海水填补低洼 发出滚雷的声音 继而狂暴地疯狂折腾 等到这片海域平静下来之后 海面上漂浮的 全都是轮船与直升机的残肢断体 前来攻击的直升机 几乎全军覆没 只剩下固零零的三四架 一边汇报这里的情况 一边实施搜救 一号 一号 我们几乎全军覆没 猎手在那艘轮船上 安置了最少两吨炸药 伤亡情况 无线电里传来胶着的声音 正在统计 正在统计 林肯号上 杰弗逊将军得到了消息 远在本土的杜特尔司令官 也得到了消息 我说过让你把命令收回 我说过让你把命令收回 杰弗逊将军冲着电话狂吼 你这个白痴 等住接受审判吧 是的 他必须得接受审判 因为这个黑锅 不可能让杰弗逊将军背住 这个命令 是杜特尔司令官下答的 甚至都强硬地把杰弗逊将军的指挥权剥夺 那么 这个黑锅只能由他来背 不仅地背这个锅 他还得把之前杰弗逊将军指挥的损失 全部背上 杜特尔司令官太莽撞了 左手抱着膀子出现在杰弗逊将军的身边 摇摇头一脸可惜地说道 恐怕三角洲司令官的职位要换人了 呼 杰弗逊将军重重挂断电话 他心乱如麻 一是因为这次的损失更惨重 二是因为他有一百个理由 相信自己的妻子与孩子已经葬身在公海 通知智脑 立刻前往三角洲总部报道 杰弗逊将军发出无力的声音 将军 智脑说了 猎手不会轻易杀死您的妻子与孩子 他会选择释放 左手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相信我 相信智脑 相信上帝三角 此时此刻的杰弗逊将军不想听太多的东西 倘若他还处于冷静 也许会看出这是借助此次事件的权力争夺 上帝三角上位 原本的司令官黯然离场 将军 您是正确的 一直都是正确的 左手继续说道 这次的事情从始至终都是杜特尔的骄横造成的 但是我认为 他也是无心之果 杰弗逊将军挥挥手 眼睛死死盯着左手 发出毒蛇一般的狠声 杀死猎手 不管你们怎么做 我只要他的命 第1109章 猎手活了 香肠的加工 从罐肉到能够食用需要一个时间段 如果快一点的话 半个月就可以了 龙小七为了尽快地 把黑魔他们的士兵牌送回去 特别叮嘱 要用最快的速度 把香肠做好 所以半个月后 这一批特殊的香肠 通过特殊的渠道 被送进三角洲内部 然后发放到部队的食堂 杰锐 这块香肠 似乎有特殊的味道 很不错哦 嗯 得确如此 非常香 人肉有多香 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 可吃人肉会上瘾 这还真不是传言 暂且不说人 就说老虎吧 只要是 吃过人肉的老虎 看到人之后就想吃 喂食膜 因为人肉的味道更美 嘿 这是什么 士兵牌 等等 这块士兵牌 是我们三角洲的士兵牌 它上面的名字是 红魔 Fuck 红魔的士兵牌 怎么会在香肠里 快切开其他一样的香肠 一共九根香肠 每一个香肠里 都藏着一块士兵牌 当他们找到 黑魔的士兵牌过后 还发现了一张纸条 亲爱的三角洲 我帮你们把魔鬼三角的士兵牌 全都送来了 还有用黑魔的肉做的香肠 味道不错 一定不错 猎手近上 哦 刚才吃了香肠的几个人 呕吐起来 他们看了最后的纸条之后 才知道 这些香肠的味道 喂食膜那魔怪 用黑魔的肉 做成香肠 把魔鬼三角的士兵牌 放进香肠里送回来 独食让整个三角洲暴怒起来 他们知道最近的机场战斗失利了 可从来没想到 有人能把事情做到这魔鬼 这是屈辱 这是打脸 狠狠地抽他们三角洲部队的脸 抽他们世界数一数二特种部队的脸 而且还给抽种了 如果说别的事 都可以归于战斗做出解释的话 那魔这件事 就等于踩到了地雷 把整个三角洲的每一个人都得罪了 从今天开始 三角洲就是他龙小七的死地 不死不休 新任的司令官智脑接到报告 他的反应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哦 让猎手费心了 我们正愁怎么安葬黑魔他们 智脑低垂着眼瞼 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 司令官 我们要采取行动 我们要进行报复 一名军官冷声道 智脑抬起头 睁开双眼 凝视这名军官 他的瞳孔是蓝色的 瞳人鹊又是棕色的 蓝色与棕色融合 而又独立地在一起 给人一重腰的感觉 而这重腰可以看透一切 天生就带着一股让人瞬间被吸引的魔力 猎手死而复出 这个世界又会变得精彩 智脑轻轻一笑道 我们都为猎手扬名 告诉所有人 他已经复出 就这样 明白 军官似乎不敢跟智脑对视 立刻按照命令去做 猎手没有死的消息 瞬间传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许许多多知道他的人 全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一直以来他们都已为猎手死了 可没想到 根本就莫死 不仅没死 还摧毁M基地 全监围克多小队 灭掉魔鬼三角 最后还用魔鬼三角黑魔的肉 做成香肠给三角洲部队送去 这个魔鬼 为什么还没有死掉 某国 曾经发誓要猎杀龙小气的军官 怒吼连连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了 难道他把魔鬼杀死之后跑出来的 该死的 这才是真正的魔鬼 某基地 猎手又活了 而且把三角洲虐成了狗 我的天哪 这个人为食魔不死 为食魔不死 某个大佬 日本 鸣鼓 他不是死了吗 八格牙鹿 福布千秀怒骂 北非战线黄金列车中 他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而且损失惨重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立即遭到多方攻击 包括他们福布家族的附属家族 当然 最狠的 还是来自贾赫人者流的攻击 差点把他们干翻 在这种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福布千秀死撑着 才没让家族倒下 甚至说 本来该迎娶的公主 也流产了 他当然知道 公主为什么会流产 只是刚回来的时候 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 现在好不容易平稳了 公主的肚子又大了 包括川田惠子的肚子也大了 啊 这个混蛋到底是人还是鬼 他为师摩还能活着 巴格亚鲁 罗斯柴尔德家族 猎手又活了 活了 并且把三角洲部队逼红了眼 大卫 你怎么看 大家都在看戏 我们先看戏 希望龙小七死的人 再得到对方还没死的消息 以及这个家伙 又用一连串的暴力动作 把三角洲丸的半死的时候 全部保持绝对的警惕 他们不知道 龙小七什么时候会找上门 更不知道这个家伙 还会在世界上 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 可不管怎样 他们都知道 未来一定不会风平浪静 这个世界 有了龙小七 就会变得更精彩 许许多多的人 希望他死 许许多多的人 又希望他活 龙小七的敌人多 每一个 都恨不得把他的心掏出来吃掉 龙小七的朋友少 可每个朋友 都以他为荣 极昼之地 小哥斥着满是伤痕的身体 坐在雪地里 一边哈哈地大笑 一边生啃熊肉 他是最晚知道的 可知道以后 他就疯狂地 猎杀一头北极熊 用猎杀庆祝最小的弟弟 还活着 荒漠深处 蒙着面的三姐 露出动人的笑 温柔无比地 把刀送进一个敌人的心脏 给他最痛快的死法 而之前 他是准备用这个敌人 造成心理恐惧威慑的 他不是庆祝龙小七还活着 因为他一直都知道 最疼爱的弟弟活着 这重庆祝 只是因为他最疼爱的弟弟 又朝前迈了一大步 在废了之后 依旧还是这个时代的噩梦 而此时 龙小七则在医院里 看着廖绍英勉勉强强 拄着拐杖站起来 他断裂的骨头 进行了重接 在龙小七答应后 先一紧快跟侯小兰 造出个娃娃之后 老家伙亲自出手 把廖绍英的骨头揭好 没有什么大碍了 只是再也无法 待在部队而已 或许这是廖绍英 最好的结局 他是幸运的 他有龙小七这个兄弟 第1110章 从此无鹰 龙印从此在无鹰 套在走廊墙壁上 龙小七看着廖绍英 费力无比地 拄着拐杖走 看着这个曾经的猎鹰 因为多走了几步 就变得满脸大汗 心里有重说不出的滋味 这头鹰废了 即便过些时间 可以行走 也是一只废了的鹰 鹰 是飞的 很明显 老廖再也飞不起来了 呼 廖绍英在审兵的搀扶下 慢慢地坐在椅子上 长长地吐出口气 他转头看看龙小七的脸色 不由地露出笑容 挺好的 后仙衣的手法非常高明 昨天拍的片子显示 许多碎骨 也回到原本的位置上 现在就等着长在一起 就好了 廖绍英的双臂 打着石膏 暂时不能动 冲龙小七弩 弩嘴道 来根香烟 啪 龙小七点燃两根香烟 把其中一根色 进廖绍英的嘴里 哦 好爽啊 廖绍英狠狠抽了一大口 舒坦地靠在椅背上 一脸惬意地说道 从今以后 老子就能过上 舒舒坦坦的日子了 小七 你就尽情地羡慕我吧 哈哈 我是解脱了 彻底解脱了 哈哈 说这话的时候 廖绍英的眼睛里 根本就没有痛苦 有的只是对以后生活的向往 他的却解脱了 从原本的职业军人生涯中 脱离出来 彻底解脱 他们这样的军人 一般来说 解脱的方法只有两个 一 战死 二 因伤退役 其实有许多职业军人 都快熬不下去了 他们真的盼望 自己能够解脱 这不是信念不信念的问题 也不是觉悟不觉悟的问题 这份处处充满危险的工作 太熬人了 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他们也想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真正生活的乐趣 离他们太远太远 而越是远 越是想要 祝贺你 龙小七笑道 谢谢你 廖绍英说道 两个人开始默默地抽烟 谁也没说话 他们都在想着 自己心里的事 他们都在想着同一件事 龙尹下一任大对长 是谁 一旁的沈冰 则安静地坐在廖绍英身边 时不时地为这投鹰 拿下嘴里的香烟 谈掉烟灰 老廖 等你好一点 回对上一下 龙尹要送送你 这不是我的意思 这是龙尹的意思 龙小七说道 不用 廖绍英脱口出 不用龙尹送 有你送就好了 废话 你是龙尹的大对长 一声不吭脸面都不露一下就走了 这不合适 龙小七瞪着廖绍英道 龙尹这些年靠着谁撑起来的 不是龙 是你这只鹰 你就算折断双翼栽下来了 也还是一只鹰 你觉得我能接受被送走 你觉得我真的就解脱了 廖绍英摇摇头 露出一抹苦笑道 小七 算了 等到命令下达以后 我会悄悄地离开 以后龙尹就交给你了 它在你的手里 一定比在我的手里更好 因为一只鹰永远 无法带飞一群龙 转业的命令还没有下来 估计也快了 龙尹大队的大队长一职 应该已经有决定了 就等着命令下来 廖绍英离开 信任龙尹大队长上任 住低家属院的房子 给你留了一套 前面小花园 后面游泳池 三百平方复合的独门独院别墅 龙小七对廖绍英道 别TM拒绝 就算你转业离开了 也待在一个 我能看到的地方好不好 再说了 你这胳膊腿 又不是永远残废 过个半年 也就恢复正常了 虽然不能再用力 可正常人的生活 没有任何问题 别当我你舍得龙尹 这磨多年的哥们了 我还是了解你的 你觉得我还会在龙尹吗 廖绍英摇摇头 小七 舍不得是舍不得 可我也有重新开始的权利 不是吗 我跟沈冰 已经商量好了 等我的伤好的 差不多以后 就回我的老家去 转业能安排个不错的工作 平平静静的生活挺好 廖绍英 不会再留在龙尹 他连龙尹 为他准备的送别会 都不参加 更不用说住 在龙尹的家属院了 走了就是走了 离开就是离开了 就像年老的英 只会一个人 默不作声地 藏在自己的巢穴之中 龙小七 也知道自己 说不动廖绍英 特更知道 这头陨落的英的 自己带着慢慢的 伤口 特有的杰奥爵 定廖绍英的选择 他绝对受不了 别人看待他的眼神 啪 龙小七猛地起身 甩给廖绍英 一张银行卡 草 房子很贵 拿着买套房去 龙小七气呼呼地 边走边到 一根筋的货 要是腿脚好好的 老子非得抽你 骂个蛋的 买的房子 离我家近一点 草 要是这个都不行 咱俩关系就到此位置 看着龙小七气呼呼地离开 廖绍英捏着对方扔给自己的银行卡口笑 他当然也知道龙小七的脾气 能做到这种程度已是罕见 老廖 沈冰对廖绍英道 我把卡还给小七 嗨 你敢还他立刻翻脸 廖绍英摇摇头 把卡递给沈冰道 捐了 全部捐了 嗯 好 沈冰点点头 钱 廖绍英不要 是 就得这么做 先不说廖绍英的事 做得小气 还是大方 最起码地做出一种态度 掩饰内心的悲伤也好 隐藏浓浓的落寞也好 总而言之 从此龙颖再无鹰 龙颖大队 所有人都知道廖绍英重伤 即将转业 当这个消息确认之后 整个龙颖都陷入低迷的情绪之中 那是他们的大队长 那是他们的阴朗 在这种气氛之中 龙颖开始变得死气沉沉 而这种死气沉沉 就跟从前龙大离开龙颖是一样的 总的经过好长时间的调整才可以 他们都在等待命令 半个月后 一辆越野车史进龙颖驻地 开始宣布命令 第165号命令 从即日起 免去园中校军衔 龙颖大队长员大队长 廖绍英同志的一切职务 命令刚宣布 整个龙颖就炸起来了 免去职务 命令上是免去职务 免去跟转业 完全是两码事啊 出现这两个字 意味着廖绍英 不可能以正常的转业离开部队 这是出现问题 才会用的字眼 而这会用在了廖绍英身上 还有四张零点前更新 是 感谢观看